今年来越来越多女歌手在国际乐团上受到阻摸 不管是前几年的Role的 Billie Eilish 还是目前展现的统治地位的 Taylor Swift 他们都凭借了自身的音乐才华受到无数粉丝的吹捧 不过当你深入了解这几位女歌手时 都会发现他们时常会提到一个名字 并说到她对他们的音乐有多大的影响 哈囉大家好欢迎来到这边我是蒋顾设备 相信已经有不少人猜到答案是谁的废话 因为我封面跟标题就破根了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 夹被许多人评为当代最伟大的女歌手 同时也饱含争议的Lenard DeRae Lenard DeRae本名Elizabeth Woolley-Juguin 1985年6月21日出生于美国纽约 她的家境优渥 父亲是个企业家母亲则是教师 除此之外她还有一位弟弟和妹妹 尤其是妹妹之后成为了一位摄影师 还帮Lenard DeRae拍摄了不少作品 对于家乡美国Lenard DeRae有很强烈的认同感 这也成为她作品很大的主题 都市出生了她之后 全家搬到了北部的小镇 对她来说她其实更喜欢着都市的生活 她也在访谈中提到 自己其实不太喜欢上学 认为传统的教育并不适合她 或许也是因为如此 她从求学阶段就展现出叛逆的个性 在学校很常与老师起冲突 甚至在14岁的时候揽上了酒瘾 离不得以下她的父母把她送到一间 严格的实力技术学校 当时一个人来到陌生环境的她 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孤独 不过也是在这边 她遇见影响她人生非常重要的老师 这位老师带她认识了许多作品 不管是诗集草叶及罗莉塔等 还是不同的音乐 其中还包括了虾到 TOOPEC 这些作品都对她的人格特质有深远的影响 甚至可以看到Lenard DeRae身上 不少出的刺青都是这些文剧巨破的名字 也是在这里她开始萌生了 作为一名歌手的想法 在18岁时她回到纽约读大学 也开始了自己的音乐生涯 在成为Lenard DeRae之前 她其实曾有多个艺名 不管是在2005年时 以艺名Majer推出的作品SIRENS 还是在之后被一间小厂牌 Fight Points Records 签下后 使用Lenard DeRae的名字 于2008年发布了个人音频 Kill Kill 而Lenard DeRae这个名字 真正出现时还是直到2010年 她在Fight Points Records 旗下 发行了一张名为 Lenard DeRae aka Lizzie Grant的完整专辑 不过细心的观众也能发现 作品上是使用了RAY 而不是大家所知的RAEY 而这就要说到她生涯很重要的分水岭了 这张专辑在iTunes上发布了几个月 随后就突然被撤回 从总之后 Lenard DeRae这号人物消失了 取得戴着则是Lenard DeRae 她离开云线的小厂牌 转软跟Interscore Polyter等大厂签约 很快在2021年 Lenard DeRae 便透过她的主流首张单曲 Videogames走红全球 Videogames的成功实在太突然和快速了 而且Lenard DeRae前后的形象差距也太大 因此有不少人猜测 其实这都是大公司背后的操作 他们把Lenard DeRae重新塑造成一个 富有美感和神秘的角色 而Lenard DeRae会成功只是单纯因为她的美貌罢了 但在之后的访谈Lenard DeRae否认的这些指控 而且在日后她还把原新作品版权买回来 她称不管是哪一个艺名 这些作品都是代表着自己 尽管我们无法确认阴谋论是否属实 但不可否认的是Lenard DeRae的音乐 爱人的关切 另外一个有趣的小知识 这首歌指的电玩游戏其实是魔兽世界 这首歌为她带来了商业上的成功 不只在欧美各国排行榜打进前十 德国冰岛甚至取得到第一 同时也打进了高知牌百大歌曲 达到了91名的位置 最后在2012年发起的第二张专辑 Born to Die 进一步的扩散 它的影响力 美国首周销量就达到了77000张 在高知牌专辑榜排名第二 而在英国则是取得到第一名的成绩 可以说Lenard DeRae是2012年最受祖母的超级猩猩 另外这张专辑收入的歌曲 Summertime Sadness 更是成为Sleeper Hit 在2013年打进了高知牌百大单曲的第六名 虽然在2012年Lenard DeRae尝到走红的滋味 却也为他带来了不少争议 首先在同一年他登上周六夜现场进行表演 能在这个节目进行演出无疑是歌手的一大理成碑 但是这次演出在呈现上却让许多观众不满 甚至评为历史最差 我自己也有看过那段影片 的确Lenard DeRae在不少地方有蛮严重的失误 当天喉咙的状况可能也不知道太好 但现在本来本来就是见仁见智 欢迎各位等一下也可以去听看看 然后回来留言你的看法 这次的经验似乎也为他带来了不小的因应 之后好几年他都没有在进行过电视撞播演出 不过除了现场的争议外另外一个蛮严重的争议点 则是他音乐里反女权的标签 刚刚我们有提到Lenard DeRae的歌曲主题 大多呈现自己身为女性的欲望 尤其还有对于金钱和权力之恋的迷恋 甚至不少MV非常赤裸 这引起了许多人不满 认为他是消费女性来达到自己的商业利益 对于这下争议Lenard DeRae在2020年时 在IG上写的一篇长文文章里提到 他认为他写出的是最诗人之间的感受 而不是阐述交易 并有了对我来说 真正女权主题者是一个 完全做自己想做的事的女人 这句话来反驳 然而这篇文章因为在开头列举了 其他有色女音乐人当例子 前后包含了Beyonce、Nikki Minaj 这她们都能在歌曲表达类似的话题 为何只有自己要接受的批评 因此整篇下来反倒没有为她洗刷冤屈 更是多了一个种族歧视的罪名 不过虽然凡女权的争议 从她出道以来就不断的困扰着她 但音乐圈对她的评价却是年年攀升 不只在2013年 她为电影大亨小赚制作歌曲 一樣and beautiful 获得到葛莱美奖最佳视觉媒体 创作歌曲的提名 同时也在告示牌百大歌曲 达到最高22名的排名 是她当时最好的成绩 只要被我刚刚提到的 Summer Time Sonics 超过 而这首台欧作品也随着电影的成功 让更多人认识到了Leander Ray 像我自己也和问过身边朋友 很多虽然不知道Leander Ray 但你听过这首歌 除了歌曲的成功外 她接下来的专辑Ultra Violence Honeymoon更是获得到不少赞誉 也在销量上取得到更大的突破 近乎登顶了多个国家的榜首 这部分的成功很大一部分 也要归功于她早期合作的 重要制作的Rick Knowles 刚刚我们提到的许多代表作 近乎是出自于她之首 那如果你还有记得 在影片开始我有提到 Leander Ray 成长的阶段 其实受到不少嘻哈音乐影响 在Born to Die的其中一首歌 National Anthem的MV 还找了SA Rocky来合作 可以看说她似乎有想要将嘻哈元素 融合自己的音乐中 因此在2017年的第五张专辑 Lost for Life 中 除了老朋友Rick Knowles 之外她加入了更多制作人来激发灵感 其中就包含擅长流行 和嘻哈曲风的Benny Blanco 和Metro Blooming 也找了不少饒舌歌手来featuring 其中最受到瞩目的 无非是和The Weeknd合作的 专辑同名歌曲 Lost for Life 如同我们刚刚前面提到 Leander Ray 对于美国的认同感 非常强烈 不少MV都可以看到相关元素 或是以真实故事为参考 这首Lost for Life的歌词的画面 就被推断是 以1932年女演员Pick Entry 所的世界有关 她在当时从好莱坞标志的H字母 跳下结束自己的生命 而在这部MV中 Leander Ray 则是从D字母一要而下 不过结局却是以相爱的两人依偎在一起收场 这张与以往大不同的作品 也在她第二次获得到 自作人角色更是如同电影的导演班 负责去塑造和优化歌手想要呈现的音乐样貌 那近年来最火红的自作人之一 绝对不能不提Jack Antonoff莫属 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这张脸那么熟悉 因为她可是近年来Tedra Swift的御用自作人之一 同时也帮Lode做出生涯代表作美的Drama 更是在2022到2024年 连续三年获得到格莱美年度自作人奖 而Leander Ray 第六章专辑 No More Fucking Rockwell 正式与她进行合作 这张作品除了名称参考的插画家No More Rockwell 外连歌曲不少细节也致见了许多摇滚歌手 像是Neo Young 雷茲布林等 另外讲了一个有趣的小知识 封面站在Leander Ray 旁边的男人 正是大家很常看到的 之所以会被称为她生涯最好的专辑 不外乎是她这张专辑里 歌词主题更加琢磨的现实与梦想之间拉扯 音乐处理上也非常细腻 不能听到钢琴作为主轴软摇滚 用减绑方式凸显她声音的特质 在长达9分41秒的Vanish Beats 段落兼合成细的音色和原声乐器的交互使用 更是让人如同声线到幻境之中 这张专辑除了被第62届格来美奖提名年度专辑外 各大乐评网站也是大力吹捧 像是Pitchfork的评论家说到 这张专辑确立了她作为 美国最伟大在世持续作者之一的地位 本师杂志也在2023年 将她列为优势以来最伟大的500张专辑名单之一 总是被称为女士呢 她也在2020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 不得不说她的生产力也是非常夸张 几乎每一年都有新作品 尤其在2021年她更是发现两张专辑 刚刚我们有说到的Jack Antonis 是泰尔斯近年来的御用制作人 她同时也帮Lanadar会做出 生涯最受赞誉的专辑 但这三个人之间有没有交集呢 你不说还真的是有 在泰尔斯2023年发现的专辑 Midnight正好有他们三人之间的合作 最后哥在高速排百大单曲榜达到 第四名也是目前Lanadar会生涯最高 不过刚发现的时候有不少人批评 这首歌Lanadar会的段落太少 确实是真的蛮少 你近乎只能听到她作为副歌的电音出现 没错我也是酸民之一 不过之后或许是听到大家的新生 发现了moreLanadar会的版本 我只能说真香 定题她最新的作品 则是去年的专辑同样也是受到不少好评 也在今年的葛莱美奖上获得到五项提名 但是比较可惜的是还是没有得下 让不少人为她打抱不平 不过高产她也宣布将会在今年九月发行全新专辑 势必还是能冲击下各大排行榜和奖项 但老实说我自己体感上 虽然Lanadar在欧美圈进入是顶流的存在 但是在华语地区好像比较少人讨论她 尤其不少人也是只认识她早期的作品 最后也欢迎各位可以留言推荐 自己心目中最爱Lanadar的作品哦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记得所有的喜欢的话 也别忘了按赞分享 也可以每个月四五块加入的会员 或超级感谢支持我 就是这样 下部影片见哦 拜拜